證索稅修法8500點課稅門檻取消 11元以上大戶減稅 由財經部會首長及國民黨立委組成的 證索稅檢討小組昨晚開會 達成證索稅修法主要共識 包括取消8500點課稅門檻 保護免稅 針對一年交易11元以上大戶 僅就超過11元部分課稅千分之一 如果大戶投資人沒有獲利 也可選擇盈虧相抵 何時申報 新法修正案下週一送立院審查 預計本會期通過 馬政府釋出善意為大戶解套 也期望化解散戶疑慮 振興台股交易 昨天市場上一件大戶最愛的高價股 提前表態 尤其大力光一度攻上漲停909元 資金規對效應開始發酵 另外推升這波台股上攻的主要動力 外資昨天在買超50億 連續15天加碼 共買超1061億 法人說外資籌碼目前仍無鬆動 配合正所稅修法 內資渴望進場共相勝舉 台股成交量將重回千億水準 挑戰8500點以上指日可待 萬保投顧董事長朱誠智說 新版正所稅比原本的好 對台股有加分效果 因新版針對11元交易大戶 除了何時課稅外 也提供涉算課稅 免除大戶股票交易明細等財產相關資料曝光 有利吸引大戶資金進場 東新聞綜合報導